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成吉思汗的四郡四郊中 差不多就只剩下肃部台一个人了 展开全文国货台 二 灭金 金国蔡州 在成吉思汗灭西夏的过程中 肃部台在西方继续和清查韩国吉布里二年军作战 成吉思汗去世后 他没有再打下去 班师回朝 接着温后台继位发动了对金国的进攻 之前蒙古本身已经多次发动对金国的进攻 而且已经攻下了蒙古的中兜 金宣宗害怕蒙古人 于是把都城往南移到了开封 金国把都城移到开封的时候 他们便利用了黄河天险及铜关坚固的军事设施 与蒙古对抗 当国阔台发动对金国的进攻的时候 当时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由托雷带领 借到宋朝的四川插入金国的后方堂邓一带 一部分由他带领攻打金国的河中府 还有一道由宿部台带领攻打凤翔 可以说宿部台已经成为独党一方的非黄金家族后人 不久 窝阔台生病 托雷 代替窝阔台喝病水去试 然后窝阔台班师回国 留下宿部台在金国继续为攻 最终宿部台联合宋朝 彻底灭掉金国 让蒙古报了世仇 贵留三 第二次西征 匈牙利布达佩斯 蒙古灭掉金国以后 随即发动了第二次西征 第二次西征的目标 主要是欧洲各国 蒙古的第二次西征 也就是长子西征 这一次西征主要是黄金家族第三代中的长子参与 领导者是拔兜 不过拔兜虽然是领导 但实际上军事领导是素部台 而且素部台不但是军事指挥首领 也是整个蒙古军的精神领袖 当时素部台是前锋 当他率军打进 布里阿尔的时候 布里阿尔的首领都吓着赶紧逃跑了 后来素部台率军进攻 马杂匈牙利的时候 用羊疲乏自渡河 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渡河作战的奇迹 在这一次西征中 素部台实际上身体已经很胖 但就算他的身体很胖 他被台着作战 在军队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心骨作用 后来大汉沃阔台的大儿子贵游和统帅拔都闹翻 也是素部台从中调节 才让这支军队没有散架 而能够顺利完成西征任务 这一次西征之后 由于沃阔台去世 大家都赶着回去争夺蒙古的韩味 因此素部台只得也跟了回去 1246年 素部台在参加完贵游的登基仪式后 回到他的封地 不久就去世了 素部台去世后 他的儿子沃连河台 又成为蒙哥政权最重要的一个大将 一直往南边打的大礼 接着又打到安南、越南 接着又作为蒙哥大汉发动的对南宋战争中 三路大军中重要的一支大军 从安南出发 一直打到宋朝的潭州 后来 素部台的孙子阿树 又参与了忽必烈灭南宋的战争 立下了汉马功劳 清末民初学者柯少敏 对素部台有个非常重肯的评价 素部台历史三朝 年于其爱 子孙遂俱为名将 至其曾孙启王丰 乃之道家三世之计 非古今通人也 确实 素部台经历成吉思汗 窝阔台 贵流三朝 加上他的儿子和孙子 可以说 储孙三人对蒙古帝国所做的贡献 确实是相当了得的 参考资料 蒙古密史 蒙古黄金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